国外对待流浪狗的态度相对国内来说是比较好的。 有专门的救助机构,来帮忙那些需要帮助的流浪动物,而且国外的热心人士也是比较多,看到流浪动物不寻常的表现,也会多加关注。 西班牙一家动物保护机构就接到群众的求助电话,说社区有一只流浪狗最近总在移动楼房附近徘徊,而且这只流浪狗长奶,仗得十分夸张,情况有些不寻常。 接报后,机构赶紧派出了工作人员前去查看情况,他们找到母狗后,用牵引绳将它绑住,防止它逃跑或者伤人,而母狗也没有伤人之意,反而是拖着工作人员,想让他们跟着它走,再走到一栋房屋前,母狗在门前不时低声嚎叫,似乎是在呼唤什么。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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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放